干完活收了多年的钱还顺走他们家的狗真的是脸皮厚 哈喽老体们我是谢娃娃 今天我们出来干一点活评个场地然后办一点混地图 东江和我们来评场地搬混地图 但是这个场地上面这个材料都已经拉到位了 这个材料这样堆着这个场地怎么来评 我们只有啊先把这一堆沙挖到这个边上来 因为这个边上啊相对要平整一点 老体们快看前面 我一来我就发现了前面有一只金毛 这只金毛狗是小东家几年前从外地带回来的 听他说当时带回来的时候撞得很 最近几年一直在外面工作 无法养狗 然后啊就把这个金毛狗放到老家 然后啊在老家这几年呢 这个狗就收下来了很多 每天呢就是跟他吃的红勺 然后这个小东家看到我在这里爱不失手的 就说这个狗你喜欢的话 到时候干完活你把它带回家 说每天把它刷在这里 每天吃红勺 看着怪可怜的 他也有心想找一个对他好的下家 这就一派即合 一个想送一个想要 好了老体们 我们继续来干这个活 现在我们挖的这个是泥青 就是以前的泥青路 翻新的时候 这个打下来的这个渣子 不要的 然后东家就去拉了两车过来 最开始的打算啊 东家就是想着用这个块块啊 和这个沙 或者一起来搬混地土 感觉这个泥青块搬混地土不好 就跟东家建议把这个泥青块了 全部垫在这个平面上 重新去拉一只食指来比较好 现在我们挖的这堆沙 其实不是沙 其实也是泥青 只是打碎了的 看着跟沙一样 这个含图量感觉很高 就让东家干脆啊 还是去拉车食指来比较好 我们把这个泥青块上开了之后 再用斗背给它拍一拍 拍实一点 我们在边拍的时候 就让东家拿个水管 在这个表面上淋点水 因为这个表面上啊 有很多沙 而且这个沙又比较干燥 到时候我们到混地土的时候啊 结构力就不好 所以就撒点水 东家又去找了个车子 拉了一车食指来 但是老鸣们你们看 这个食指啊 实在是太小了 感觉比那个米食大不了多少 如果说这个食指再大一点就好了 场地我们凭着好了 食指也拉来了 我们就可以加水泥搬混地土了 今天这个场地 大概有100多个平方 但是东家总共拉了6吨水泥 也就是120包 感觉这个水泥太多了 然后东家就说使劲加 反正最后给他扭个几包收面就行了 这个沙食总共有十几方 打算一致性把它拌完 我就一层沙一层水泥这样叠加起来 到时候我们搬混地土的时候啊 就要好办很多 水泥加好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搅拌这个混地土了 由于今天这个料啊比较多 我们在搅拌的时候想把它搅拌均匀 就必须多搅拌几次 就这样从左挖到右 再从右挖到左 搅拌个四五次 当这个水泥和沙食均匀地搅拌一起 就差不多了 我们在搅拌第三次的时候 东家说这个水泥流的太多了 就让我们再加了十包水泥进去 水泥加进去之后 我们继续来搅拌 直到搅拌的看不到这个水泥灰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当我们把沙食水泥搅拌均匀了之后 这个沙食肉眼开上去 比之前颜色要深的很多 如果把控不好水泥的多少 我们就可以下去把这个沙抓一把 一泥 如果说成坨的话 就说明这个标号就差不多了 混地土拌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加水了 东家的这个水管有点小 虽然说搞了两个大桶在这里接水 但是我们这么搅拌一堆料 感觉它这个小管子跟不上 我们只有边拌边等了 东家的这个屋后面也要倒混地土 我们把混地土搬好了之后 东家找了一个推车 然后人工一抖一抖的给它推进去 里面的混地土倒好了之后 这个口子上我们挖机就可以直接挖到位了 就不需要抖车了 到了后面这个水跟不上了 我们就只有边等水边来搬混地土了 一转眼的工户我们就把所有的分地土搬好了 然后再大概的给它收皮 收平了之后后面就交个工人来收面了 然后我们把挖机上到拖车上 东家把这个金毛也牵过来了 这个金毛狗虽然我同意带回家了 但是还没有跟家里面的人说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 每天一个起步驾 生活多知又多彩 哈喽兄弟们 今天我们又来干一个起步驾的活 上个视频我们刚把这个场地拼完 这才过去三四天 东家又跟我打电话 问我的挖机有没有空 把挖机拖过来 他这个活还需要改进一下 当时我接到电话 二话不说就拖着挖机开过来了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活不是很多 就盼望着每天来个起步驾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是盼到一个电话进来 但是我没有想到 居然是这个东家又跟我打电话来 上个视频我们把这个路面 给东家下降了20公分左右 这两天呢 东家把边上的这个宝坎打好了 然后呢 看了一下 感觉啊 这个地坝和这个路始终是不顺眼 这条路之前虽然我们下降了20公分 但是呢 这个路啊 还是比边上的这个地坝还高了一些 然后这两天 东家东看西看 始终感觉这个高的位置影响整个平面啊 感觉不好看 再加上周围的一些邻居 这样跟着一场火 最后东家决定把我们挖机航过来 把这个位置又全部降下去 和边上的这个地坝啊 全部降平 我们来了之后先把表面上能挖洞的再挖一挖 挖了之后就直接放坡的腿 把这一块呢 全部给它打下去 这个地方我们和边上的地坝打平了之后 这个地坪整个面积确实是变大了很多 但是啊 这里就有一个缺陷 就是这条路 这样的话 这条路就会比之前的更抖了一些 肯定有老铁说把这个路的斜面往前面多打一点 这个路就不抖了 老铁们你们注意看一下 这个路的边上有一个天然气标识 这个天然气管道啊 是从这个主路下面穿过去的 所以前面那一段呢 我们就不敢打了 我们把这个石头全部打完了之后 就把挖斗放过来 然后把这些渣子全部堆到这里 这个渣子啊 东家还有用 东家房子的另外一边啊 还有几个很大的坑 东家就让我们把这个渣子全部堆到这里 然后找人工用小抖车 从这个房子的阳沟 一抖车一抖车转过去 边上了这个宝坎 东家让我们也挖点泥巴 把这个宝坎啊先回填起来 这个渣子可能有点多 东家让我们在这上面呢 多堆一点 如果那边还差的话 到时候他自己到这里来拉 多的渣子 我们基本上清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来收这个平面了 上个视频呢 收这个平面 我们是晚上收的 反正整体来说啊 还是可以比较平 但是东家又让我们把这个平面啊 再重新的收一收 是因为之前我们收这个平面的时候 这个高度留多了一点 倒上分泥土之后 只有十公分左右 然后啊就感觉这个厚度不够 然后啊就让我们把这个平面 再往下面下降个几公分 倒上水泥之后 这个水泥啊 差不多就接近十五六公分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个泥巴东家怕流多了 就让我们再挖一点 挖到这个砍下去 现在他们工人拿着羊锹 拉着抖车 一抖车一抖车的 从这个羊壳后面晕过去 填那面的那个坑 整个平面拼完了之后 我们还是老规矩 用这个履带来回的 在这个平面压一压 老体们 你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压到这个位置啊 往下面下降了之后 整个平面啊 确实平了很多 比之前呢 确实好看了很多 由于我们这个挖机 安装了胶垫子 在压这个平面的时候 这个平面上面 就压了很多印子出来 东家说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反正他们明后天 就开始樱花这个平面了 好了老体们 今天这个起步驾 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